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个儿酸甲可用于检测呼气中的酒精浓度 酒精与二个儿酸甲的反应式如下 就是乙醇在酸性的环境中会被二个儿酸甲氧化成乙酸和二个儿酸甲还原成个离子 反应后颜色由橘红色变为绿色的 二个儿酸甲是橘红色的 个离子的话是绿色的 那借由仪器测得的数据可以换算成酒精浓度 那一般在常温常压下 目前公认的协议中与呼气中的酒精浓度比 约为2100比1 那法令规定每公升呼气中的酒精浓度不得超过0.25毫克 那超过的话就是违反规定 那倚之呼气中的酒精浓度与仪器所测得到的变化量 之关系图如复图 然后我们借由这个变化量去反推呼气中的酒精浓度 那倚之当某人呼气造成仪器上的变化量值为0.80 那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果以M来记的话最接近哪一个数值 那我们找到变化量值为0.8的时候 0.8在这个地方对应过来 呼气中的酒精浓度是每公升0.4毫克 好那每公升0.4毫克 那因为如果要换算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我们刚才在提干上有看到说它是血液中与呼气中的是2100比1 好所以换算成血液中的要乘以2100 好所以每公升血液中的浓度有这么多毫克 0.4乘以2100 可是他问的是以M为单位 好所以是每公升溶值的末数 好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换成每公升的克数 这边乘以10的-3 再除以乙醇的分值量是46 好那这样子的话出来的单位就会是每公升中溶值 就是乙醇的末数 好那计算一下会等于0.018 好大约是0.018大M 好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选择是B选项 好那第二小题他问乘上题 此人呼气中的酒精浓度 好呼气中的酒精浓度是否超标 好那题杆上有提到说呼气浓度如果超过0.25毫克 其实就超标了 好所以我们刚才有观察到他的呼气中的酒精浓度是0.4毫克 好已经大于法定的标准值0.25毫克每公升 好所以是已经超标了 所以答案选择是A选项 好我们看一下他给的答案 好第一题的答案是B选项 此人造成仪器上的变化量是0.8毫克 好所以呼气中的酒精浓度是0.4毫克每公升 好那再换算成协议中的酒精浓度 好再换成末数 好就是C大M 所以是0.01826大M 好那选择是B选项 好那第二小题因为已经大于法规的上限值了 好所以是超标的答案选择是A